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治疗很多在烫伤后,会用涂牙膏,认为牙膏中起到清凉散热的作用 但是牙膏本身没有抗感染作用,且肠带有一定数量的细菌 牙膏中的摩擦剂对窗面是一种刺激物,发泡剂和调味剂对窗面也无治疗作用,亦引起肉牙增生和窗面感染 误区二窗面涂紫药水、红药水、酱油这是常见的土方子,殊不知这也会加重伤势 紫药水、红药水、酱油抗感染能力不强,且深色药物遮盖了窗面 无法准确判断出窗面范围和面积,影响医生了解烧伤深浅程度,进而可能会影响到治疗 误区三在窗面撒一些小苏打、食物碱等有主张酸烧伤用碱中和,碱烧伤用酸中和,理论是对的,但实践不可取 一些会在伤口上撒一些小苏打、食用碱等,这是缺乏一定化学常识的 因为酸碱中和会释放大量的热,产生热烧伤,加重伤情 误区四烧伤后因喝大量白开水 有些认为,烧伤后患者口干舌燥,体液大量流失 在爆炸性的烧伤中一些患者已经被烧成黑碳状,已经大量补充水分,要喝大量的白开水 但是实际不是这样的,烧伤后大量喝水会稀释血液里变解质,导致水中毒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补充适量含电解质的水,比如淡盐水 烧伤急救的几项技巧 在日常生活中,面对烧伤,我们应该如何自我急救呢? 火灾烧伤,应立即脱去着火的衣物 切记带火奔跑,呼喊,以免导致吸入有害气体,也避免呼吸到烧伤 要用吃毛巾捂住口鼻,防止烟雾吸入导致窒息或中毒 将身体滴下来,贴着墙根找出口 对于最常见的轻度烧伤,尤其是生活因素引起的肢体烧伤,大多是有红红的一片,有灼热感,如同烫伤的感觉 这时因立即用清水冲洗或将换至浸泡,在冷水中30分钟左右,以冷却伤处,减轻热力的损伤程度 有认为,烧伤后用冷水冲会起水泡 其实,起不起水泡与是否接触冷水无关,只与烧伤原因和深度有关 烧伤后立即用冷水冲洗一段时间,可使窗面血管收缩,组织易渗出较少,可减少水泡形成 烧伤处如果已有水泡形成,小的不要弄破,带其自然吸收消散,大的应到医院处理,以免影响窗面修复,增加感染机会 对于有衣服覆盖的部位的烧伤,不要急忙脱衣服,因为衣服,特别是化欠类,在烧着后很容易粘连着皮肤,一旦用力,连带皮肤撕下来 因立即往衣服上浇冷水,待局部温度下降后,再轻轻脱去或用剪刀纵向剪开 在这边,再轻轻脱去或用剪刀纵向剪刀纵向剪刀纵向剪刀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